亲人的死亡 可以这么讲 有一部分人可以预指自己的死亡和他人的死亡 那个就是修心的境界 非常非常高的这种人 那么我们大多数的人就没有这样子的预感 比如说自己的死亡 或者是亲人的死亡 一无所知 没有任何的这种预知 但是有一些人他虽然不是修心人 就是普普通通的人 但是在有些时候 他确实也有一些这样子的感觉 感觉或者是他知道一些 或者是比如说像他的梦里面 或者是在现实生活当中 他就感觉到有一些 这个信息就是投入了这方面的一些事情 这个确实是有的 这个比如说书上也有这样子的积攒 现实生活当中也会有的 但不多这个人毕竟是很少很少的人 才有这样子的情况 那我想问就是如果我想拥有这种 能够预知亲人死亡 或者是能够让预知自己死亡 这个能力有什么方法买个保险 方法是有的 这个保险买这个保险 不需要这种雨干 反正总有一天一定会有这一天的 所以能买保险早一点买 这个就不需要任何的这个犹豫 但是如果你有这个好奇心 想了解一下的话 那有没有办法呢 也有 但是这个就通过一系列的这个锻炼 训练 才可以 比如说 藏传佛教的这个密法里面呢 有一些这个修法 有一些修行的方法 锻炼的这个方法 通过这个方法就可以 预见到自己的未来 或者是已故的这些 比如说他们的一些 如果他没有投神的话 就可以预见到他们呢 有这样子的记载 这个在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个中英温解脱 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西藏赌王经》里面呢 有一些公案 然后呢 然后呢 也有一些方法 但是我想这个可能是不是很容易的 这个要修 修心的这个境界到了一定的时候 呃 才可以的 还有一个呢 佛教比如说佛教的 这个现宗的这个佛经里面呢 也有 比如说修神通 修神通的话呢 那过去的未来的也就也就会知道 会就会提前知道 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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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